今天呢主要就是想来给大家做一个劝退的工作 最近呢我发现中画幅和它的镜头 整个的价格呢有下降了这么一个趋势 当然也加上正是一个年底打折的时候 再者啊这个台相机已经出了有一年整了 所以理所应当有一个小小的折扣 但我没想到折扣这么大 我去年底买的时候 三千九百九十九吧 就大概是四千美金 现在的价格呢是三千两百美金 三千一百九十九 一年拍了八百 这个镜头呢 现在折扣的力度也特别大 只要一千七百九十九 我买的应该是两千五左右吧 也基本上就是拍了差不多这么五百八百的样子 所以这俩加一块呢 降价还真是力度挺大的 那我也相信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隐约的觉得 哎 这是不是我购买中华服 加入这个中华服的一个机会 慢着您再想一想 所以呢今天我将给大家说一下 对于我来讲 这个中华服使用一年之后 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咱们主要说一说它不适合做什么 第一它真的很慢 这个慢不是说咱拍出来照片都糊的慢了 那个跟这没关系啊 这个慢指的是它的连拍速度和它的响应速度非常的慢 咱们先说连拍速度 平时如果咱们用一个速度比较快 或者说市面上现在普遍都是一秒十几张的这样的一个相机 那您拍鸟或者是人带有动作的时候 那这个动作可能就是一连贯的几张 然后您从中挑一张您觉得特别合适的 但是这个相机呢 它的连拍速度一秒大概是四五张左右 所以您的那个动作会跳跃性特别大 第一张是这儿 第二张就是这儿 第三张就过去了 所以在这中间的过渡呢 会非常的难抓拍到 所以会很少看到 有人会用中华服去拍摄体育比赛 或者说宠物小孩这种动作非常快的摄像题材 所以如果您恰巧拍摄的是与速度有关的 那么您应该再考虑一下 这一台相机是否能够胜任您所拍摄的题材 再一点呢就是它的响应速度 这个响应速度呢 我指的是在触发快门之后 相机的反应以及它开机 甚至于对焦点对上焦等等一切的响应速度 甚至于回看的速度 都是我所说的这个响应速度的范围之内 整体来讲它就是属于不那么快 我以前会觉得是卡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那么经过最近我做了一些实验之后呢 我会发现真的是这台相机它的响应速度吧 也就是说当触发器触发快门 然后准备拍摄那中间的这个反应的时间 它是相对来讲要慢一些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它没有办法在三秒钟以内的时间 拍一张反应让下一张 基本上是很难做到了 我试过了很多次 而且总之和这个快门器的搭配也会出现一点点的问题 所以这就导致我现在使用它不会去拍摄间隔在五秒以下的延时 那如果是需要高速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去寻找一台符合高速拍摄题材的这么一个相机了 第二点就是中化幅的镜头群的选择非常的少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吗 您在买相机之前 第一个要去考虑的是镜头群而不是机身 中化幅它的镜头跨度都非常的短 比如说像咱们平时常用的2470 这一个镜头就可以从24跨到70毫米了 但是中化幅的话要两个镜头 3264和45100 这两个镜头加在一起 您才可以从24跨到70 像我这个45100 它就是35到75毫米可能是 总之它的跨度是比较的有限的 所以您需要带两个镜头 才可以做到其他相机2470这一个镜头能够干的事 再有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中化幅的相机它没有超长焦 富士自己的原卡口250 等效可能也留在180左右吧 是0.79 您就算是0.8的这么一个幻算规律 那这就意味着在200毫米以上的这种超长焦的视角 在这个中化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采取就是用转接环去转接其他的镜头来弥补它的中长焦段 但是总之中化幅的镜头选择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您需要背负很重的重量 第三点就是它的重量真的特别的重 机身其实还好 而且您可以看到这个机身其实跟大多数的单反相机实际上是差不了太多的 也大不了多少 但是它所有的镜头呢由于口径非常的大 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体的重量 我认为这个镜头可能会比我的机身要重的多的多 像我现在今天背了两个镜头 当然我也只有这两个镜头啊 这个呢是45100这个是23 基本上都是82毫米口径的 这意味着这是我们常用的镜头当中最大的口径 它的镜片以及它整个的这个质地都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重 所以如果您想平时日常背负出来溜达溜达 背个三五个镜头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 我背两个镜头走一个小短线的话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累了 如果是一百二百这种长距离的大一点的镜头的话呢 就会觉得负担会要更大 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这样手持去拿着这台相机拍摄过任何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从来几乎没有拿这台相机扫过街 就是觉得又大又蠢 觉得特别的夸张 所以这台相机呢 我觉得它适合于所有上架子的拍摄 比如说建筑风光 城市风光都是可以的 再者呢 就是您所有其他的承重的设备 比如说三点架稳定器等等一切 要去扛这台机器跟镜头的那些设备 都会提升至少两个标准线 所以说呢 当您投资一套摄影器材的时候 不仅仅是相机跟镜头这两件事 那它周围的一切都需要在您考虑的范围之内 那么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的缺点 您能够全都接受的话 那么当然太好了 欢迎您加入富士中华富士的行列 所以呢 对于我所拍摄的题材来讲 不需要高速 偶尔需要一个比较快的响应的时间 但是大体来讲其实还好 再者重一点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我就住在城市里 然后开车 直接就到拍摄的地方 从车下来 不需要太远 但是如果我是去徒步旅行 需要长时间的行走 我一定不会带这台相机出马 而它的画质呢 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仍然坚持去用它 对于我来讲呢 使用富士的中华富士来创作 其实也是在寻找另外的一种风格 它和使用任何其他的画幅都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虽然它的慢和重还有大 这倒反而让我感觉有那么一种回到从前的感觉 那我相信很多小伙伴现在还仍然喜欢玩胶片的相机 也是会有这样的同感 那么现在的科技呢 发展的有点过于夸张了 很多东西都是集成在一起超多的功能 而大多数功能其实我根本就用不上 而这台相机呢 会让我觉得我回到了过去 无论是它太慢了 还是说它的体移都感觉像是在过去 再者呢 就是它整个的包括它的画幅 它的拍摄的感觉 都会让我有一种 回到以前那种非常纯真的拍摄照片的那种 实在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这就又回到了之前我所说过的一个观点 在购买相机的时候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品牌 还是什么样的画幅 实际上我都是在寻找一种拍摄的感觉 那么只要这台相机让我有那种拍摄的欲望 愿意拿着它出去拍摄 它可以满足我拍摄的需求 那么它就是一台好的相机 视频录制到了一半呢 远处的这个仓库可能是着火了 现在火势非常的大 天空有六七个直升机 然后救火部门的船和车都已经开过去了 但是火势非常的大 不知道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把它给救下来 那我估计这个仓库应该就完蛋了 多嘞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到这吧 大家赛买中化服之前呢 一定要考虑清楚 我还是再去看一看火势的情况吧 要退э 给我在3马封皮 停 最后最后补充一句 其实什么相机都没关系 如果作为第一台相机的话 随便买一台就好 因为很多东西你没有用过的话 其实是完全不会找到它的点的 所以别害怕买错 别害怕失败 一直坚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这个相机呢 您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并且一直坚持去拍摄 就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所以无论您手里的相机是什么 拿起来咱们一起玩摄影 得嘞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